大家好,我是Galmoo的影片 今天繼續講建築研究 講第9集第9點3 吳周康舊子的劉沙爾錦石 今次講二棟 本身D棟和E棟應該一起講 但因為E棟的內容太多 比較複雜,所以只能夠上一期 就講D棟和F棟 今次就講E棟 E棟首先是分成主流和負流 主流是負流 主流又分成南北兩流 它是以中間的度 作為對稱族 南北略對稱 但又沒有完全對稱 南北兩流 各有一隻主婦樓梯 它的主婦樓梯和D棟差不多 分成內外兩段 這樣就和ABC負流 我們先講南流 那裏就是南流的外主樓梯 它的形態和D棟有點近似 都是通過補平樓梯和D棟 都通過補平樓梯 通過這個二樓的平台 進入內部的內隆 然後通過內隆 再向左拐 來到這個內豬樓梯 內豬樓梯和D棟都近似 內豬樓梯 內豬樓梯 通過順時針上樓梯 採工 採工 首先通過西裏的兩個樓梯 就是這兩個樓梯 然後將工從西裏引入到樓梯間 因為它和D棟有點近似 都是這種開放室的 就是它這裏是內隆 這裏是內隆 內隆和這邊的樓梯間 就是沒有很明顯的分隔 這樣它就可以把東邊的室間 東邊室間的光 引入到樓梯間 但是它的空間 是稍微窄一點點的 那裏主要就是 它這裏 隔離這個房間 從這裏為止 我們遲些會說到這裏為止 北樓的內隆樓梯 就是在這裏 最終原因 就是 2020年 34年金城 都是沒有復元朗的樓梯 從這裏進去 從這裏進去 從這裏進去內部 內路 然後向右拐 就來到它的內隆樓梯 內隆樓梯 北邊的內隆樓梯 和南樓 或者共同地道 都是相似的 木扶手鐵輪桿 中式比較廣告 通過逆時針上樓梯 逆時針上樓梯 這樣上 那就是彩光 彩光它就比南邊多一隻蟲 它是三隻蟲 它的彩光是比南邊更好 同時針上樓梯 它可以通過內隆 通過內隆 和東邊的蟲間 就是這裏位置 東邊蟲間 雖然這個蟲沒有開到的 但是 他可以通過這個蟲間的蟲 和這個門 把光引入主樓梯 這個蟲 就是這條光 這條光線的光 就是這條小光線的光 就是這條小光線的光 這樣進來 它的 北邊的主樓梯間 它是比南邊要寬少少的 那它怎樣體現呢 就是這條位置 我們現在做一個 南北樓梯間的簡單代表 首先 我們先看北邊的 這邊是北邊 這邊是南邊 北邊的這張照片 它就相當於南邊的這張照片 我們看到 南邊這段照片 它那裏多一塊房間或長 間出來 這個房間就是這個房間 就是這條位置 同時也是這條位置 它就更多這條房間 那這條房間 假如旅邊到北邊 它就是這條位置 那北邊這邊 是開闊的 是看不到這條房間 比方這條位置 那張和那張的 拍子的角度 比較近 如果北邊有這條房間 它應該有這個樣子 是突漆血的 反正它的突漆血 突漆血就是 那隻角度 那北邊這邊是否有 所以北邊的 流水間是比較開闊的 我们看一看它的对称 因为我们说南流是南北通过这个对称 南流的上楼梯是这样伸直相上 所以北边是相对应对称 呈现对称是这样的 南北对称 虽然它对称 但是它的楼梯形态 南南北流的楼梯形态是有点不同的 我们说第一段 第一段我们先定位 先定位 那边是东 那边是南 那边是西 那边是北 那我们看到南流 首先第一段 这里是二楼 第一段是朝向西 是朝西的 那我们看一看北 北那边我们看到 南有窗 北有窗 我们都知道 那边的方向和那边不一样 我们简单说一说 它那边是东 那边是南 那边是西 那边是北 所以它的北流第一段 上楼梯是朝向北的 那如果是南北对称 它应该是北流 它应该是朝向西 只不过 你南流第一段是向北拐 但是它不是这样 所以它又有少少少墨 我们再看看 因为它的第一段 它的第一段墨 所以又因为它的南北 它这个阶梯段数 它都是四段 所以就会导致 它最后一段 或者是木段 它肯定有墨 或者是它没有代称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是南流的三楼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它这里是东 南 西 北 它最后一段 是朝向南 朝向南 那里 我们看到 那里空间 木桐 所以它的朝向 都是木桐 那里是这样的 那边是东 那边是南 那里是西 那里是北 所以 北流的三楼 北流的 上三楼 最后一段 是朝向东 如果南北 它的樓梯 是完全对称 那么 北流的 最后一段 应该是朝向北 和南相对 即是 你南流 最后一段 是这样 朝向南 那么北流 最后一段 应该是这样 朝向北 但是它不是 它直接朝向东 就是因为它第一段 都没有头 所以最后一段 它也是没有头 它拱都是主流 枯 不 拱到主流梯 是拱到副流梯 副流梯 是这个 南边 北边 这个是南边 它是北边 同时 这个外傅流梯 它都是兼副流的 楼梯 使用 意思就是 你想上副流 必须要经过这一个楼梯 这是和我们之前说的 d动的就是这个内壶楼梯 它同样是兼这道专层三楼的楼梯使用 首先从这道上 然后上到一层半个位置 走着这个门 这道一个就进入内壶楼梯 楼梯是铁楼梯 在内壶一进 一进就这样一样 这里是第二段,就是内阜楼梯 同样的铁栏框是通过历史丹上楼 采光首先通过西边的楼 西边的楼或西边的门楼 因为一楼半这里,就是这里 一楼半这里,虽然它不是直接通过内部楼一楼 而是通过外部楼一楼 但是这里有某方道 某方道就导致地面层不能见 所以一楼半可以负 它就可以通过地面层的功 引入楼梯间 我想说下一个错六层前面 就是它在一楼上 首先一楼要上一半 上一楼一半 上一楼一半入内部 然后再在内部上另一半 上到二楼,就是这里 所以它卖一次性上去 它是分级泥,所以有点错六米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上到二楼 在二楼里进入房间也可以 但是那楼是楼梯间 它是洗手间 就是这里为止 通过这楼,通过进入这楼梯 然后向南拐 向南拐,就到楼梯间 反正那楼梯间是连通的 但是呢,只有这楼梯间才是楼梯间 所以它那种分段上法 我认为有点层次错六感 拱北段 拱北楼 北楼的短和南楼一样 它也是通过一层半的位置 入到内部 入内部就是这样 它是通过神字针到楼梯 同样的铁栏杆 那么,采光呢 采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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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南面呢 都是近似的 都是通过 与南楼近似的 都是通过这个楼 和这个 半开库的这个地面层 来采光 我们一会讲到 它的主楼梯 南北对称 那么呢 它的副楼梯呢 一样是对称的 是吧 你南楼 你是这样的 逆时针的方向上楼梯 那北楼呢 就是通过神字针的方向上楼梯 但是呢 它形态有些物童的 在这里表现呢 就是这里为止 它这一架扶手 我们看到这架扶手 这架扶手 这架扶手 和这里为止 明显是物童的 这里有一架很夸张的 好像垂直上的样子 然后再做一个蚊拐 而这边呢 它看起来是比较神 那么造成这个原因呢 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楼梯形态 楼梯阶梯形态 我们以后会讲到的 反正它就是有些物童 反正它就是有些物童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楼梯间冲的外观表现 这个南楼的内主楼梯的这两个冲 就是这两个冲 因为它就是我说它的窄的位置 它就是它间七个房间的位置 所以它就是内主楼梯间 那这里是它的内副楼梯间的位置 就是这只楼梯 这只楼梯 所以它就是它的内副楼梯间的位置 所以它就是它的内副楼梯间的位置 如果它就只是两个冲 那这里是那只楼梯间的位置 它就是那只楼梯面 它的位置就是在那里 所以它就是它在那里 北楼梯的内主楼梯间的位置 它就是这一种位置 直直上 它不是像南面色一样 它的一样 它不是不是一样的 直直上去 那只楼梯间的位置 就是它是内主楼梯间的位置 同时,内腐楼梯间,那只冲就是冲 所以那里位置就是内腐楼梯间 那里,那里位置 那里,那里,那里位置 主要,可以说腐楼,腐楼同样是分南北两楼 同样都是以中间为对称 上腐楼二楼,首先通过这个外腐楼梯 上到这里,一二一,再通过天桥 通过天桥来到达腐楼的位置 假如你这样拐,拐向这边,就到达腐楼的南楼 如果向这边越拐,就到达腐楼的北楼 首先,我们看南楼 南楼就是这里位置 通过中间,如果你想上三楼,就通过中间这个室间 这样,一上去,就上到三楼了 那里出来就是那里位置 是铁栏杆的 北楼一样 北楼的就是同样通过中间这个室间 那里有一只内楼梯 上去,上到7楼就在7楼,就来到三楼的走路 通过这样的话,我们就把IPCDEF落洞的楼梯 好,就简单继续了 下一期就是,如果是建筑研究的话 就是继续楼梯还有很多问题 还有很多小小的问题 没有继续到的 就继续一些遗留的问题 和一些中式封面的 这次今期的继续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